拉斯维加斯是离婚的天堂 这个天堂体婚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世界上任何人 任何夫妇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结婚 你都可以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离婚 而他的离婚的判决呢 基本上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是承认的 但他这个离婚呢 你要注意是解除你的婚姻关系 如果你有财产纠纷 尤其或者是子女纠纷的 那他是没有管辖权的话 他就管不到 但是完全呢 拉斯维加斯的法院可以给你解脱的是什么 你不存在这个婚姻关系 你是个自由的人了 你可以恢复单身状态 你可以去再去结婚 那么如何在拉斯维加斯办理离婚 那第一步你去找律师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做 非常简单 第一个要素要件就是 你必须在拉斯维加斯居住六个星期以上 那么夫妻任何一方就可以 只要有一方在那边居住六个礼拜以上 你就可以起诉离婚 那么在拉斯维加斯家庭法院 他有个自助中心的网站上都有表格 你下载下来填好 是共同申请 理由就不需要详细解释 就是说不和谐 不般配 那么双方签一个申请文件 你自己起诉一个判决书 那名字都填空 填好 你不用写 只用填空就行了 交二百多块钱的申请费 送上去之后 大概一两个礼拜就能够批准下来 而且它是可以上网的 你都在网上可以跟踪 它的处理情况 但是你要是想把这个离婚证书 用到中国去 还要经过第一步的步骤 首先要到周务卿去认证 再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领事认证 拿回去之后 需要中国的法院进行承认 这样的离婚才能够在中国生效